古董双的新紫皮实战 不过这一把的话是一个匹配局 对的话开启网卡了 然后我们来说这个皮肤的话 大家看喜不喜欢吧 一个文墨风 然后这把没有挂件 有挂件的话 效果不太一样 这把我们使用紫皮卡 可以先体验的 现在商城里面是这样的 那紫皮的话大家可以先体验一下 看看这个好不好用 然后的话再决定要不要买 这边有个古董 这边有个病患 按个头跳过来 插眼 往这边走 然后实际往这边匹 跳舞到脸上来 咱们先脱离眼界范围内 没躲 没躲就一过老实一点 直接翻了 下板 踩板 他可能会跳过来 往这边走一点 可以直接过 因为我们手里有棍子 所以可以直接过 跳 没有跳 踩板了 那么这边翻窗 他可能会跳过来 这边有弹射 所以说话我们可以往前 啊 啊 啊 你从哪里来的 你穿越时空了 我这水老婆领回家 王卡人这鬼 啊 捅一下 哎 怎么这么短啊 看你上的圈啊 没关系 这边 哦呦 很飞了 这个飞了死的 转转 往回走 跑这边靠 拉扯来回拉扯 啊 鱼门了 还行 躲掉了 这只能靠一个走位啊 要鱼门的话也不好鱼门 不好鱼门是斜着等着 算是一下 他快在那边去了 不知道 你骗他 他给他抽一刀 打一刀 打一棍 他会跳 咱们再一块 跟他跳起来 把他跳比起来 哎呦 炒到我了 哎呦 这个怎么干呢 不要死 哦 这个是真的是 重死相逢 这棍子不好打 不好往 不好 不好左 也不好前 但是其实时间应该够了 后来很久了 来摸血 来来来 这练习敢过来 把他打掉 打一棍 打一棍 他怎么会跳啊 提前一点点 他在跳我啊 再下板 断下来 没门 啊 这样的话 打一棍就是目的 让他跑得更远一点 让鸡子跑得更远一点啊 这边有一产鸡啊 没关系 他怎么玩窗户啊 放上去来 再玩这窗户啊 那他可能 有可能会内啥 有可能会跳窗啊 跳窗 没有跳 说明他熟练度没有那么高啊 跳过来没关系 跳就跳过了 他就有个加速啊 除了加速以外啊 有点威胁的话 可以下板 交棍下板啊 这棍子可以用到最后一刻 然后咱们再交啊 再走啊 还有抽一棍 我没打着啊 这一棍 有点空啊 他要 他要 要跳出来了 就咱们 他跳 抬板 看地上圈 地上一旦圈在你的范围内 你就准备交飞轮了 就这么记啊 首先利用弹射来找到大部分的范围 然后的话 飞轮当中一个备用手段啊 就如果说你15就有飞轮 他超越挡 不要紧 OK 靠回来了 他可能在跳了啊 咱们千万不能吃掉啊 超越挡好走 我们往对击 这边靠 他可能想摊电机啊 还有没有 哎 我飞轮没好 他跟他飞啥呢 想了半天 我的飞轮没好 他要跳了 他要跳了 看到我就跳了 跳 他跳你也跳 you jump I jump 然后他 你们就好活了 木有成绩啊 可以他回伤水了 他眼里只有这个水了 眼里只有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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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